在这个单元中我们是说 Excel如何依照旧号码推算出最新号码 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V蓝是旧号码 我要根据V蓝的旧号码来推出西蓝的新号码 那万假说西蓝的新号码又有旧的号码 那我要再变成又从旧的号码再推新的号码 这边假设你今天是1234 那当然就说什么5678 但是万假你是2222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它会变什么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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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成4444 4444又变成9999 那这个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现在来切过来一色这边 这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就是Vlookup Vlookup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今天来讲 我们要找的只是旧的 2F2去跟V2到C2这个范围干嘛 比对 比对V蓝 比对V蓝 比对完以后呢我要抓第二蓝 VC12 第二蓝的资料干嘛传回来 所以这个题目来讲1234 它会传为什么 5678 为什么 1234 5678 OK 那 到了下面这边呢 会比较特别了 你一样公司也一样 我们用的是Vlookup 有没有 他现在是2222 2222 就在这里 所以他会传回来3333 有没有 但是呢 当我们把公司忘诱拉的时候 33 他会把干嘛 因为他把F2变成G F3变G3了 所以就3333 来去找 33变4444 然后再下来呢 就变成H3了 有没有 去找H3的 那变H344444 找了9999 把9999带回来 那因为 假设今天来讲呢 你没有去加ifl这个函数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所做的公式里面 都会出现所谓的 警号N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很干嘛 抓最新资料是没办法抓的 所以一般来讲呢 我们会把它干嘛 加ifl 然后我们给它逗点双刮 表示不填入资料 假设你出现警号NA 这种错误信息 就不填入资料 那这样来讲呢 保持资料的干净 然后最后面 我们到依然12 我就抓什么 G2到K2 这个储存格范围里面的什么 最大值 最大值 但是有个问题点来了 这个问题是哪里 假设今天还讲这个 不是最大值 我想你这边给我写一个 1999 我跟你讲哈 你就会发现到问题出来 它会干嘛 偏位 有没有 它会偏位哈 现在是因为它的数值 全部都是干嘛 越来越大 所以你用最大值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到 注意到